那个王悟空等人啊 那个王悟空 还有谁呢 还有那个老人 还有那个 姚队是吧 还有谁 刀锋刘 还有谁 反正这几个人都买这个方程邦报武了 这里有很多疑问啊 你不喜欢这个车 之前你们的言论 天天这个说比亚迪不好 甚至有的吴中盛有抹黑的啊 其实很多人都上比亚迪那里边投诉举报 但是我没举报 我从来不举报别人 我这点好 就是上次跟那个老孟 这个事儿有误会 有误会的话 就解除了就行了 然后老孟也挺好的 然后我直播还给我刷礼物 还要给我送东西啥 那这事就过去了啊 就是这个咱们大气点有隔几点 得饶人出且饶人 另外还是误会对吧 反正那个就是 就是你们几个买这方程邦报武啊 如果我以50万到100万的价格买 你们卖不卖 如果你们卖 请你们在48小时之内 提供你的行车证 以及你们个人买方程邦报武的一切手续 由你们个人签名的 尤其是王悟空啊 你得首先证明这个车 是你什么时候买的 确实是你的车 你拿出这个证据啊 48小时之内 从我发这个视频开始 48小时之内 你拿出去了 我就以50万到100万的价格来买 你看行还是不行 要是你拿不出来呢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车不是你 这就矛盾了 本身你就不喜欢比亚迪中磨黑 然后你还会买这个车吗 这就不可能 然后就不是你的 如果是你的话 你买完了 你咔咔测试乱七八糟完了 基本上测试的都不是什么好结果 懂车力啪啪打你们脸是吧 然后你们最近全出又要卖了 那如果我以高价买的话 你们是不是应该卖呀 赚钱的 谁愿意不赚钱的 不都得赚钱吗 但是你们必须证明这个车是你的 对吧 来 我现在出招了 你们接招吧 48小时之内啊 这就可心了 孙悦 我都能的 我都能 不能 我也要 似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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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